前陣子AMD推出了全新的Ryzen APU處理器 而跟初代Ryzen最大不同的是 這次的APU走的是CP值無線 除了搭載Ryzen系列的架構之外 還整合了VEGA的顯示核心晶片 據說它能夠達到獨立顯示卡的等級 究竟它的效能是如何呢 趕快來看一下我們這次的評測吧 首先外包裝部分 左邊這顆是我們的初代Ryzen 7 右邊這顆是我們這次的APU的Ryzen 5 2400G 其實從外包裝上面就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這次的APU在包裝上面多了一條銀色 而且有非常搶眼的VEGA的LOGO 讓我們來看一下背面部分 首先它是搭載AM4的腳位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市面上的D350、X370都可以使用 再來它附帶一顆風扇 最後它是Undercroke 也就是說它是一顆不鎖屏的CPU 代表它是有一個超頻的潛力存在 盒裝上方部分呢 AMD Ryzen 5 2400G 豔名震聲 並且搭載Radeon Vega 11的顯示晶片 那它是一顆四核心八線程的CPU 而且最高Buster頻率可以到3.6GHz 那有3.6GHz的機頻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盒裝內部部分 打開之後呢 其實裡面就是 這個是我們的CPU 就是Ryzen 5的CPU本體在這邊 那這次一樣它也是有附帶貼紙喔 Ryzen 5的貼紙 這個貼在主機殼上面很好看 而且呢 我後來發現它居然有附一個 Radeon Vega的信仰貼紙 雙重信仰 讓我們貼在主機上面 絕對是信仰滿點啦 雖然說它沒有RGB風扇 然後呢 這是我們的本體 就是Ryzen 5 2400G 那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一下風扇部分 來這一次的Ryzen 5 2400G 也是一樣有附帶風扇喔 那它的風扇是 這一顆 當然跟Ryzen 5初代一樣 是不會包含RGB的燈光效果 那在風扇部分 這邊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這一次的Ryzen APU 全部是採用這一種 就是AMD的WAND STALE 就是最入門的散熱風扇 那跟我們的Ryzen 5 1600E還有1500X 所使用的這一種 WAND SPRIDER 就是不同的 這兩顆差別在於說 這一顆就是 1700附的這一顆 它的高度比較高一點 而且底座的材質也不太一樣 那它的節熱能力當然是比較好一點 那這一次的APU 應該是走CPU路線 所以說它是使用這一顆 是節熱能力比較差的STAL 那其實這兩顆的TVP 都是一樣是65W 那所以說散熱能力上面 應該是不會差到太多啦 好那我這邊也是示範一下 教大家怎麼樣更新 自己電腦的BIOS 首先我們先把舊的CPU 就是我們現在的1700 放回去電腦裡面 再開機 開機之後呢 來 等個幾秒鐘 好這時候抓到訊號之後 看到華碩這個Roy 就趕快按Delete 好下載中請稍後 給它跑 就還蠻無腦的 只要按下一步下一步就好了 你確定要更新BIOS嗎? 版本3803 日期是1月22號 來我們按確定 是 這時候它就開始在處理 更新 像我們現在這個BIOS的日期是什麼 2017年9月29號 超舊的 都沒有在更新 好處理中 就下面那一條給它跑 它怎麼跳掉 哇 它怎麼跳掉 欸 不是吧 完蛋了 開不起來了 哇靠 真的假的 你跟我開玩笑啊 欸 開不起來捏 不會吧 該不會板子要送修了 就是誤 laughed 哇 哈哈哈哈 哼哈哈哈哈 幹 真假啊 幹 真假啊 跟新BIOS跳掉 真假啊 跟新BIOS跳掉 看這下我影片怎麼拍 幹 這樣我影片怎麼拍 幹 不會吧 騙人的 把電池拔起來看看 好 不管我剛才怎麼試 它就是黑屏 怎麼樣開都開不起來 於是我只能使用最後的秘密武器 就是我剛才發現 看一下他們這個說明手冊 有一個叫做 華碩的Cash Free BIOS 就是將光碟 它的原廠光碟 放入光碟機之後 它應該是有一個內建的BIOS 可以讓它去讀取 我還特別去把我家舊電腦的光碟機 給它拔起來 插上去 我們現在來讀讀看 這個Cash Free 到底可不可以用 想要開機吧 真的不行被我GG了 趕快看一下 拜託拜託 起死回生啊 有在讀取啊 有沒有畫面 有沒有畫面 快點啊 最後希望就靠你啦 最後希望就靠你了 呵呵 呵呵 完全沒有畫面 沒有畫面 是嗎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嗨 各位 對 沒錯 看到後面的主機變了對不對 我們的X370F GAMING這一張 最後就宣告不治 那我已經準備開始出任務了 然後呢 我們的Ryzen5 2400G 很遺憾的 非常非常非常遺憾的 萬事俱備 結果 你給我在更新BIOS的時候 爆炸 我本來還要拍一個 教大家如何更新BIOS 結果呢 教大家如何更新失敗BIOS 我們的Ryzen5 2400G 這次CPU應該是 沒辦法拍了 對 因為主機板送修回來 我覺得應該都出Ryzen2 而且我之後可能 會有一些事情要忙 所以 這個系列裡面可能就 真的 可能就是宣告腰斬 真的是腰斬 你知道我為了這支影片 特別去找來這裡嗎 我本來要做三組對比組 第一組是用8GB的 2400的 這一個金斯頓Fx的記憶體去跑 這是最平民的組合 然後第二個組合就是用 3200的記憶體去跑 第三個組合就是用 我還特別去借這個耶 750Ti 我這邊去借750Ti來撤 結果 因為給我更新BIOS的時候出問題 下禮拜 下禮拜又有其他事情要忙 所以 我真的覺得 這是 這可能真的是天意 他就不讓我拍 虧我前面準備這麼久 然後還 發頭要讓大家選 要測什麼遊戲 結果到最後變這樣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操作上面有問題 可是 不太可能啊 就像 剛才錄影的畫面那樣子 我也沒有去動他 他自己斷電 真的怎樣 我真的沒有更新BIOS更新到爆炸這種感覺過耶 就是他自己這樣斷電 突然斷電 下一個影片是 教大家如何送酒主機板 哈哈哈哈 我想說剛剛要不要乾脆170賣掉到時候等270上市直接買270算了 不然我這段時間也沒辦法用啊 反正就 對 反正大概就這樣子 240G的影片 不會有 就是 對 很不好意思大家 讓大家期待這麼久 結果到最後是 這種成果 這也是 我很無奈啊 非常無奈 真的非常無奈 我真的是 被 用盡心盡力 來準備這一次的評測 結果 他就給我搞這一套 然後加上 之後可能會有其他事情要弄 所以就 這個評測影片我覺得就是 嘖 真的沒辦法繼續了 然後這顆CPU可能 APU啦 這顆Ryzen的APU可能會 用 比較低的價格去出售 那 有興趣的 可能這幾天逛逛 二手版應該可以看得到 有拆過啊 就拆過還沒上機過 這個Ryzen 天啊 到底是怎樣 反正就 這樣子吧 那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觀香文嗎 我們知道叫什麼 觀香文 反正就是 對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 對 應該沒有其他要講 要講了之後 有了開直播再跟大家comprime 就是 以上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